這個現在微解封大家很期待喔 那蔡總統其實有一個憂心 他昨天特別點名台北市愛注意啊 可是柯文哲講啊 世界各大城市 本來就是疫情最難控制的地方啊 還反嗆了 你就不能控制好一點嗎 那另外就是說 你看現在微解封之後 很多地方開始這個 什麼住房預約開始爆滿 墾丁墾丁那個訂房規則 三天內的快篩陰性等等 或是你要有這個注射疫苗證明 很多年輕人哀嚎 我都沒有辦法注射疫苗啊 我早就講過說台北市最大的問題 就是柯文哲那一張嘴 嘴笑啦 你講的任何東西的話 人家都會把你拿來當作做文章 你不做 你做不到的話 大家就會一直攻擊你啊 但我就常常講說 你應該不要眼高手低啊 很多東西是幼樓鋼啊 你手要趴下去要打下去 要慢慢做做好事嘛 所以你看他現在清科人士 就在清科人士比我晚了 大概一兩個禮拜 買水騎起來對不對 自己解讀成受到名譽支持 什麼發言過頭誤判情勢 我再跟你講說最後 你今天有辦法把台北市的疫情 控制下來之後 這個政績歸你的 這個連講都不用講 對不對 你每天泡紅妝像現在 好啦我現在我覺得他今天講的話 也是有道理啦 可是有道理的過程之中 大家就會質疑說你是不是又在逆時中 為什麼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說 拼7月12號解封 對不對 那指揮中心今天是強調說 我今天要有限制的開放內用 對 那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做 有限制的開放內用 那可是柯文哲他第一個挑出來反對 他說你這個叫做逆科學啦 為什麼 逆科學 對因為脫口罩飲食的話 而且你去吃東西的話 一定會加上聊天嘛 對不對 好啦那你加上這個的話 是不是 是後面解封項目裡面 因為這個 COVID-19 武漢肺炎就是飛沫傳染 那你今天脫了口罩吃東西又聊天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最高危險的動作 所以柯文哲說他反對 反對這個我也支持 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內用脫口罩的行為 在解封裡面 我們所有的活動裡面 應該把它排在最後項目 那我也希望說 希望是看到指揮中心說 你這個有限制的內用 需不需要有一個指引規範 那到時候是什麼樣的指引規範 我們就來看一下好了 那你說為什麼這次要違解封 為什麼問題會這麼大 我們那個上面就告訴你說 現在的五月的失業率到了4.11 對不對 人數是489000人 比四月份多了5萬4000多人 百分之十二的那個增長率 所以跟你講說 很多人就告訴你說 我滑不下去了 尤其是住宿餐飲跟批發零售的 全部都是重災區啊 你今天如果你有認識的 開民宿的開餐廳的 開飯店的 真的稀稀落落 我們看到那個電視牆上 你看 墾丁民宿業者的訂完規定 說實在話 知名飯店一天只有兩組客人 兩組客人 那你今天飯店裡面的服務人還是要在 你要不要付薪水給他 對啊 這個就是很多人 人家講說 你今天即使沒有生意的話 我要付薪水給我的員工的話 人家都說你這個老闆是好老闆 對不對 可是真的也開一天賠一天 真的是壓力很大 那問題是我發薪水給你 如果我咬咬苦衝的話 你大家有想到說這個老闆 他以前賭不過的時候 他有可能說 搞不好他欠了一筆苦債 他只是不敢講而已 那搏了一個美名有什麼用 日子還是不能過嘛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告訴你說 我日子要過去就是要用這個方法 趕快解封 所以我常常講說 這次的解封叫做政治解封 對不對 因為要用政治方法手段來解封 對不對 那解封之後 當然如果變成一個解封 變成最後變成一個用政治思維模式 政治思考模式去思考的話 對 就會像盧秀燕這種 對不對 因為指揮中心 我之前就講過指揮中心 釋放出微解封的一個訊息出來之後 柯文哲馬上夜市就微解封了 對啊 對不對 我早在的比你頭前 我一定要搶這個政治紅利 好那現在盧秀燕他講什麼 他說中南部疫情比北部穩定一些 等中央宣布新措施之後 台中或許會再微微解封 這個微微解封就是我比你解封比較多 對不對 我搶在你的前面比你開放還多 所以很多人這個時候政治人物就是在這邊賭 好啦 那我們再講回柯文哲 其實蔡英文總統7月5號的話 他有點名台北市要保持警戒 這個是真的給你溫馨的提醒 因為現在看數字起來的話 真的台北市真的超過新北市 贏了 每天連續好幾天都是台北市的案例 又起來了 那柯文哲他就講 你也知道柯文哲 我就跟你說這人真的是 少數不要贏 少數不要輸 你講他不對的地方 他一定要回幾句 他不回幾句 對 所以他就講說世界各國案例 他就講說 東京紐約大都會的生活模式 人流會特別厲害 他覺得這沒有什麼 還沒有什麼 你台北市的案例一直降不下來 真的 現在都全回第一名 你告訴我沒有什麼 他就說世界通案都是這樣 我就覺得說一個政治人物 你把這個事情當作輕描淡邪 就是你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那我舉例說明好了 你台北市的人口密度的話 我說一句話不聽 平方公里是9539人 那雖然說沒有一個六都裡面 大都市裡面沒有比你密集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用分區來看的話 光新北市 永和 蘆州 板橋 三重 新莊 中和 對不對 這幾個行政區 六個行政區加在一起的話 他都是有互相連在一起 一個區塊 他每個那個平均密度是兩萬多人 比你台北市贏贏贏 那為什麼新北市可以控制下來 你台北市控制不下來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大都會形態嘛 如果這樣講的話 新北市這個區方也是一個大都會形態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柯文哲很多事情 難怪旁邊的人會告訴你說 真的買水不要一直站起來 水不要一直小小小 一直拖著 一直拖著有的 這個時候就是要展現 你做事情的那個功力 好啦 那我們講到 剛剛講到說疫苗很重要對不對 疫苗覆蓋率就是 一個我們這個可以控制疫情最主要 所以現在很多人之前我們不是傳出來說 去關島有沒有 疫苗團 我那時候在節目裡面講說 之前去關島五天四夜的那個 那個疫苗團有沒有 一起來的時候 一下飛機就跟你做PCR檢測 五天你就待在飯店裡面 五天都待在飯店裡 送餐啊或幹什麼 不是跟潛水 第二天就有人來房間幫你打疫苗 注射疫苗之後 第三天第四天又幫你做PCR檢測 等到你要離境的時候 再做一次PCR檢測 這要PCR檢測的話你要自費啊 還不是說包到團費裡面 那可是現在又傳出來說 更誇張最新的發樣是怎樣 他們現在只要PCR檢測陰性 打了疫苗之後 後面那幾天你也可以身材去落下手 真的啊 所以現在很多人更多人躍躍欲試 我想說我可以去關島 可以去那邊衝浪啊 看風景啊幹什麼對不對 我如果對這個限制已經少了之後 那很多人當然想去嘛 現在最新傳出來說 很多的那個 那個特種行業的小姐揪團 這樣 她來揪 揪團去關島 對啊 因為她揪熟客 抗客 以前是來電 現在是來關島 有連結到關島去了 對啊 她順便去那邊 那個熟客一面去的話 順便去旅遊揪團 還可以降低團費 去那邊還可以順便接客 搞不好那個小姐去打完疫苗回來之後 還不用付半毛錢 全部都是熟客幫你付啊 對不對 多好賺 所以人家說現在說 現在很多小姐在揪團對不對 尤其是像 像那個什麼特種行業區域 人家講說現在是臨申北路跟六條通 在拼解封你知道 集體免疫 以後那個臨申北路是全台灣 最安全的一條街 這樣 把小姐傳統打過疫苗 這樣也有贏 對對 而且更誇張的 我的朋友在做那個旅行社 他在告訴我說 其實他們去的話 因為為什麼 他們從一些客群分析 全部幾乎都是49歲以下的 而且很多都是一人訂單 一人訂單 我自己獨自去訂啊 去下訂啊 訂了之後 其實我跟你講 這裡面很多趁這個機會 我是呼籲所有的婦女同胞 你老公最近如果要去關島 小心 小心一點 他這次是帶情婦小山去的 真假啊 太過分了 疫情還這樣搞 在台灣不能人與人的連結 我們來關島連結 之前多少是要小山連結出來 而且帶情婦小山去的話 還送你一個最珍貴的禮物 就是免費幫你打疫苗 錢都老公出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最近的信用卡刷卡這個 還有你老公如果說要去出差 還是要創生 拜託一下就把他查一下 因為我朋友在講說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說 他們去了只要用單一個人 我訂機票 居然沒有訂酒店 為什麼去那邊的話 他們反正PCR陰性的話 去就跟那個 先不是先生 就是外面的那個小王有沒有 我拆一間飯店來賭 對不對 反正PCR陰性的話 對啊 因為那個屬於家庭同樣 他去了 反正就是現在花樣很多 他不像我們這邊的隔離這麼遠 對啊 那花樣很多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另類的 很多太胖的去打疫苗 其實打疫苗說真的 這樣看起來的話 打疫苗似乎是個幌子 否則就是說我真的打疫苗 我還可以去偷情或者是 做一些人與人的連結 這也不錯 這叫做夢拉兼衰褲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還是台灣的疫苗 趕快就是在我們在疫苗 一波一波來的時候 我還是要呼籲指揮中心 你真的開放 就像陳時中部長昨天講 你今天如果不打的話 跳過去的話 我沒有必要放在那邊等你 對不對 就一波一波一直往下打之後 反正你看昨天的那個預約系統 你就可以知道說 想打疫苗的人 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